現在來換腳踏車的煞車 對那個煞車輪胎都換好了 現在換煞車 煞車一樣也是芭樂芭在網路上買的 對 要怎麼買怎麼注意什麼 買 那是要用店家 你要看它有V字型的煞車 V喔 V字型 V字型 因為它是 要看每一種款式 因為不太一樣 啊我們這種是V字型的喔 V字型的 沒有錯 就它的形狀像V 對V字型 嗯哼 V字型那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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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正這也是它的第一次 換壞掉再去找腳踏車店 老闆求救 求救求求求 真的換腳踏車真的是蠻專業的 嗯 它有它的眉角在 對 各行各業都有它的專業在 對 我們這種業餘的玩玩一下 好 這玩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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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換的成功 就賺到了 耶 錢就不用花了 沒錯 沒錯 說得好 我的菜籃怎麼跑到那裡去了 拿出來一下 菜籃你最孤單啊 哦 剛剛這個菜籃在這台腳踏車上是因為這台的輪子就一直還沒有換 所以我就先暫時用這台巴巴的騎車去買菜啊去幹嘛走一走附近 現在輪胎換好了 所以我要把我的菜籃再移回來 手把拆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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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把是用這種小的六角形 嗯 有沒有才對哦 再把剪刀剪掉 拆掉了 對 這裡 所以你買的在這裡也是有前後輪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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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剪不斷喔 但是再拿一條 那你拿剪刀給我 就只有今天 也有些 這套是一個太重要的 但是你的線 還要剪刀 去到板很久 那自己買的車種 它是騎款 啊它的線裡面有說是哪一個 嗯够 够长 这长度是它固定的 好像是固定的 嗯还好没有买错 你要买太短就不能装了 你看前面这里 嗯? 它这里给它用住了 所以我没办法 线没办法穿过去 哦 那也是安全的一种 嗯 哎我们这根又没有啊 怎么办 对啊没有关系啊 锁紧就好了 要不要把那个头拿来装这个 没办法 它这已经固定了 要另外一种剪 不然你要剪才会买 好啊另外一种 这个啦 这个是剪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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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次我们有买一个是剪的 可以了可以了 你要吗剪掉 你要一起哦 那个是剪的 这个是剪的 这个是剪的 我们可以用银子 这个是剪的 这个是剪的 一个是剪的 我可以用银子 我可以用银子 现在把它们把银子 穿过去了 这是新的一条 这是新的刹车皮很新 这是旧的刹车皮 蒜皮 冰糖 虾 粗糟 小鸡 在浴室 麦克 把煞車裝上去 貼在那個銀色的那裡 要轉緊 還是先一半 盤一下就好了 兩邊都要這樣 左邊 可以鎖緊 可以了 因為它這個是會動的 是有彈簧的 因為你那台沒有彈簧 所以你那個煞車按下去都沒有作動 真的 壓很大力 要不然就兩個手壓 要不然就 兩個手壓又很危險 沒有啊 你那個煞車都 彈簧一定疲乏的 嗯 彈簧疲乏 很難煞車 看起來好新喔 它是新的啊 真的真的是太舊太舊了 看起來生鏽耶 對啊 那個轉下去都吹去 而且我煞車都 好大一聲喔 然後大家都看我 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上次去拍那個買豆花的影片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腳踏車發出很大聲的聲音 就用到那個輪胎外面外側就可以了 高度 輪胎比 我覺得啦 應該是這樣子啦 嗯 嗯 不要用到輪胎比如說 鋼圈外面這樣子 鋼圈 嗯 它剛好設計的高度也是在那裡啊 可以調整的 可以調整的 那那台耶 哪一台 另外一台也是在那裡嗎 對啊 那就是對啦 它對很準喔 盡量嘛 嗯 要敷著 盡量不要去用到輪胎皮就好 現在就是在調整這個角度的問題 要在鋼圈上 因為鎖的時候它又會動 所以就是要對準 我一條 壓一點下來喔 有準嗎 有 欸有喔 我這裡看是有準 嗯 等一下 後面比較低一點 比較高一點 嗯 我這樣鎖上來 它又會 所以要微調喔 我給它壓低一點點 壓著鎖呢 這邊壓低一點點 然後再鎖 它就會上來一點 它會不會太低一點點 OK 嗯 有 對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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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另一边也是一样对不对 对 可是要衔接这一条 等一下再调整 那我帮你拿走 我觉得功夫可能就在这里 嗯 应该蛮多的 哦 很多地方都吃了 OK 我觉得有贴到 嗯 OK 可以啊 再装这个 这都他附的 对啊 这些啊 这些啊 都他买的 嗯 都是我们买的 买的一起来的 对 我才可以刹得住 紧一点哦 不是不是 他贴一条他的缝隙 哦 哦 我两边的缝隙是不是一样 哪里缝隙啊 刹车距离的缝隙 嗯 嗯 刹车跌好吗 嗯 嗯 把這條串進去 沙漬是這樣的啊 話靠不靠譜哦 加油了 我的腳踏車 要不要轉到正確的位置 好 誒在哪裡啊 拿一個手把 好 你真是嗎 嗯 嗯 可以啊 平平的這樣子啊 嗯 有作用嗎 鎖起來就會有作用 嗯好 那這個要先裝 這是什麼 剛剛掉出來的 忘記裝上去 在這邊 要裝這邊才對 忘記裝了 用小方法 從這裡給它塞進去 水 因為不想把這個拆掉 沒有辦法拆掉 那邊沒有辦法拆掉 可以了 用小方法穿进去了 然后这个铁细细的铁要先穿过这一个螺丝 然后才整个再插回去 前面OK 后面再挑战一下 所以就是刚刚先不要用后面 要先用前面 前面就是先把那个铁丝抽出来 抽出来之后 然后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再把铁丝穿进黑色的里面 穿过来之后再来弄后面的刹车 最后固定十字旗子 就装的时候不可以贴着钢圈 不然轮胎皮会一直被吃到 要有个空隙让它蚊子可以走 有来回调 微调了很多次了 然后现在测试一下 就是它转这里刹 然后后面会停 再吃 刹 OK 嗯 成功了 大工程 真的是大工程 它有前轮 OK 再来右边的地方是前轮的部分 先松掉手把 这车铃是自己装上去的 所以整个要拆掉 全部 有螺丝的都拆哦 对 这还有一个十字的 这不用拆 这不用 拆下来了 然后就放上这个两个 再调整刹车皮 对 好像也是跟后轮一样的道理 对 转一转然后要微调角度 就好了 对 前面跟后面是不是都差不多 对 差不多的一个 就是 对 就只是 我觉得整个工程很浩大 耗时很久 然后耗到最后 我也不想记录 不想拍 前轮的部分我拍比较少 对 把喇叭就在自己换 就要是换刹车的部分 比较要花时间 对 所以我 车胎是不会啊 对 轮胎很简单 但刹车很困难 我觉得 需要花时间啊 对 如果 对 第一次 如果不想要花时间的呢 就直接去脚踏车电话 是最快 最方便的 找专业的比较好 对 我们这是自己玩一玩 真的耗时很久 大概花两小时 差不多要两小时 对 轮胎 对啊 轮胎一下就好了 轮胎我都全程记录 刹车我就没有再记录了 前面就是要一直微调 因为刹车这边 它这个刹车 快要跟轮胎的杆圈这边 还要一点点缝隙 所以就需要一直微调 所以来来回回蛮久的 对 然后又要测试 对 可以装成功 算了厉害了 而且你不可以把那个 那个刹车块 不可以跟 那个轮胎啊 这样转啊 是要很自由的转 它如果你都卡卡的 这个刹车块跟轮胎 就太近了 转圈这边太近了 所以这边要一直微调 然后再来才是正常的 嗯 好强耶 很成功啊 成功啊 自己换 可以这样子 不想花时间呢 就是去脚踏扯垫最快 对 你看啊 测试一下 测试 很有成就感 要测试给大家看 嗯 测试 哇 OK勒 成功耶 大成功 哇一台新的 对 你明天就去玩岛 拜拜 今天那个寒冷来 所以不要去好了 好啦 OK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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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